继Vlog热之后,最近又掀起了一股直播风,很多明星也纷纷下场营业。 但与离了十几美颜就不能活的网红博主不同,不少明星博主见走偏锋,像是直播界的一股古泥石流,沙雕翻车现场,简直笑死人了。 最近因为陈情令热播,而长期活跃在热搜上的王一博,每次直播都会引得众多迷媚围观。 直播中真实不做作的表现真真经典,尤其是在卖萌特效中挣扎的样子,简直太圈粉了。 起开,起开,你起开,莫挨老子,这是什么呀,别给我弄这个。 果然是酷盖一枚,萌萌搭特效一出现,立马抬手挡脸,每一个动作都在实力拒绝。 不过特效并没有就此放过他,直接给他丢了一枚炸弹。 再看酷盖此时脸上的表情,哈哈哈哈哈哈,生活不易,一泊叹气,同样被特效搞到的,还有深入人心第一季中的张超,同为老云家的仔。 虽然热度不及双云家长那么高,但央音中央音乐学院第一的学霸可不是随便立出来的人设,不仅唱起歌来开口柜,日常也是一枚正经又斯文的小鲜肉。 但,直播中的张超额是这样的,被自己的盛世美颜吓倒后退,被哪吒特效搞到放弃挣扎。 而且,超额竟然还自己跑去评论,不过争主太沉,竟然没人捞。 手斗组代表是攀三岁,摔手机这种简直是日常操作,洒洒水了,掉鸡蛋这段才是神来一笔。 可能三岁把Q弹的鸡蛋当篮球了,拿在手里捏来捏去,各种玩,然后就掉地上了,难过到自闭。 所以,凡是别嘚瑟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,同样手抖的还有肖战。 在线撸猫的战战,不仅各种宠溺,还煞有其事地拿把梳子要给它顺毛,结果梳着,梳着,猫就掉了。 虽然此刻猫的白眼都要翻到天上去了,但迷妹们还是纷纷表示,酸了,活得不如猫。 还记得去年亲力亲为搞直播的居老师,但却一副不太聪明的亚子,比如纯素颜出镜,别说十几美颜了,朱老师竟然连一点滤镜都没加,而且用的还是iPhone自带的前置摄像头。 这真实不做作的样子,真是圈粉无数,但也有一种可能,不是朱老师不想开美颜,而是他不会,毕竟,他连点击右上角时退出也不知道。 大家好,我是朱一龙,大家可以点右上角关注,于是很多迷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亲手,点了右上角的城,然后就退出,再也进不去了。 第一次玩直播的李荣浩,也是状况百出,直播手机欠费可还行。 开始的画风都还很正常,很美好,黑T简单又帅气,开车的闲暇样子也够慢。 但是正在他与粉丝聊嗨的时候,画面突然出现一个弹窗提醒他手机欠费了,一时也有些猛了,不由自主地瞪大了双眼,然后就断线了。 在上线时,他说,只能再聊一百块钱了,多了就不行了,一百够了,差不多得了。 五块钱的。自带逗逼属性的白羽,直播的画风也很清奇,每次直播都宛若一个脱缰的蛇精病。 吓到张超的盛世美颜妆,对白老师简直是常规操作。 这样的画面你见过吗? 接下来的图,高能预警。 满屏幕都是腿毛,可还行。 而且连晒两次。 看了徐璐的直播,你就会知道白羽秀腿毛算什么。 直播刮腿毛见过吗? 徐璐这一招,真的是非常没有女明星的包袱了。 徐璐,好刚一女的。 整个直播翻车大戏,压轴出场的是陈情令中的蓝西辰的扮演者刘海宽。 戏外,她也拉上了自己剧中的CP金光瑶的扮演者朱赞锦,突如其来的狗粮,讲真。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,我对刘海宽只是脸熟,但看完她的直播合集后,我录转粉了。 请欣赏下面这段关于做鸡的热血表演,朱赞锦怎么吃都不胖,她经常半夜经常会吃鸡。 啊,不是,她半夜经常做鸡。 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做的,但是她半夜给我发了。 鸡,鸽,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? 反正挺好吃的,宽哥这口狐一开车的体质真的笑死,越想解释越语无伦次,把别人都带上车了,自己愣是没上去。 随着直播电商行业的高速发展,有很多娱乐圈明星都选择了直播带货这一条路。 和素人主播相比,明星演员带货有着天然的优势,他们不需要从头开始积攒人气, 其多年演戏带来的知名度直接可以转化为直播间的流量,也让他们成为品牌方的相伯伯。 有不少艺人因为在直播带货领域焕发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,但是最近,不少明星直播的画风似乎有些跑偏,很多网友直呼,他们是在把我们当傻子吗? 近日,演员陈一如就因演技好登上热搜。 但是这并非因为他演了一部好的影视作品,而是因为他在直播间带货时,和品牌方上演了一出演戏砍加大戏,网友调侃他线上巅峰演技。 这种老掉牙的直播套路可谓是让广大网友哭笑不得。 而近期也有了一种新型的直播方式,就是类似于喊麦的直播风格,左右晃动着身体扭来扭去,嘴里喊着9.9上车,19.9上车等类似的话术,节奏很快,画风很迷,有很多明星都选择了这种方式进行直播。 图为张萌小五夫妇的直播间,其实最开始,这对夫妻的直播,画风还算正常,是有在好好卖货介绍品类的。 但现在,夫妻二人一唱一和地,喊麦,让不少网友摸不着头脑。 何鸿山长着一张非常有辨识度的脸,在娱乐圈的资源也不错,路人员也挺好的,每年都会有新作品,带播剧也有好几部。 凭借着匆匆那年中的方回一角,何鸿山一度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,而在很多采访中,她清醒又直接的说话方式也让她狠狠吸了一波粉。 有不少人觉得她是一个有思想,有能力的女艺人,可如今她在直播间里的表现可以说是装疯卖傻了,不少人表示,方回滤镜碎了一地呀。 但也有不少艺人的直播画风是正常的,李金鸣就因为在直播中认真的态度而获得了很多网友和粉丝的好评。 自爱情公寓以后,李金鸣逐渐淡出了大众的视野,人们很难在戏里看到她了。 而直播带货这一途径似乎给她的职业生涯带来了新的可能性,借由陈美佳的角色滤镜。 她的直播间吸引了很多有爱情公寓、情怀的粉丝,因为选品优良、价格清明、态度诚恳接地气,很多网友都对她的直播间赞不绝口。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蔡绍芬,她最近才开始接触直播带货,但价轻就熟,丝毫不怯场,她的直播间也不会冷场,这得益于她活泼奔放的性格,以及丰富的陆真人秀经验。 这场直播,蔡绍芬显然提前做了不少功课,丝毫不慌乱,对每个产品都非常了解,演示都很顺畅。 蔡绍芬比较厉害的一点是,她直播很有激情,很会调动气氛,让人看了不会觉得闷,又是装胸,又是半温柔,时而大笑,给人很亲近,欢乐的感觉。 对直播来说,蔡绍芬比较吃亏的是她标志性的港谱,很多词一下子让人听不懂,比如,开车读成开切,硬硬读成硬硬,纸巾读成了紫巾,不过这对明星来说,反而会让网友觉得可爱。 搞笑。直播的一个半小时,也让网友感受到了蔡绍芬的综艺感,她临场变化能力还是挺好的。 比如要介绍纸巾前,突然细精附体,装作很热,开始擦汗,然后借机说纸巾的优点,最后唱上海滩时,临时把歌词改成吆喝的话。 蔡绍芬的好闺蜜陈法荣也是参加竞技的主播之一,她的直播室打光差很多,皮肤看起来比蔡绍芬黑不少,估计是忘了开灯了。 陈法荣的普通话比蔡绍芬好一些,但作为港谱四人组之一,她也讲错了很多词,比如粉丝说成粉稀,偶尔还直接讲粤语。 陈法荣直播还是挺尽心尽责的,产品都详细地示范了,对功能介绍也非常详尽,应该也提前做了一些功课。 陈法荣还会跟观众互动,感谢他们。 不过陈法荣似乎很多资料没记熟,还要边看边说,整体表现重规重矩。 自从前夫沦为阶下球后,黄毅的事业开始全面起飞,最近参加了很多综艺, 还成为了演员请就位二的嘉宾,这次她也是带货主播的一员。 其他几个中年主播都是带家居用品,唯有黄毅大胆选择了美食,推荐半饭酱,小龙虾罐头,面条等。 虽然吃东西谁都会,但吃播并不简单,黄毅口才稍微差一些,词语比较匮乏, 比如介绍小龙虾时老重复强调Q蛋,大只,偶尔说话卡壳,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推荐的美食。 吃播还要能吃,但作为女明星,黄毅并不敢放开吃,比如面对一碗粉, 她嘴上连连称赞好吃,也做出了夸张的表情,但身体却很诚实, 不断用筷子拨来拨去找小块的配料吃,吃几口就让助理端走了,有些敷衍。 表演上,黄毅也差一些,小龙虾刚碰到嘴,就开始哇塞夸赞了,根本没品味的过程, 在美食面前表情也看不出半点激动。 歌手出身的何杰,毕竟还主持过一些综艺,在直播间里比较淡定,说话比较平淡, 就像唠家常一样,直播和解的风格跟其他女明星差别很大, 她很喜欢跟网友说自己的生活经历,感想,比如当妈妈的注意事项,减肥, 节目安排,不搞吃播的原因之类的,耐心回答网友们提出的各种问题, 看起来很亲和,令人没想到的是,50岁的雪姨王林也下海带货了, 虽然雪姨的国民度很高,但粉丝基础差一些, 直播间的页面人气很差,都播一个小时了,才看到一个网友留言, 而其他女星的直播间留言都是密密麻麻的。 令人佩服的是,50岁的王林状态真的很好,笑起来都不见明显的表情纹, 连夜不僵,非常漂亮。 王林当天还穿一份粉色西装,一头干练短发,看起来气质一流,知性大方。 不过,王林估计年纪确实大一些了,对某些产品的活动规则记得不太清楚, 要跟工作人员确认,她在镜头前表现得也有些不自信, 也不敢像蔡少芬那样放得开。 希望这些明星能在带货的同时尊重喜爱他们的广大网友, 好好爱惜自身的羽毛,别做掉价行为,让自己成为笑话。